我们进入到第九个单元 孟子曰 薄宜非其君不适 非其有不有 这个人就相当的什么 相当的一个亲怜 薄宜这个人 如果不是他理想中的明君 他绝对不适奉 意思是说 他就不会再朝为官 如果不是他认为 值得交往的朋友 他也不会跟他维持 朋友之间的关系 他真的是不与恶之士为吕 不利于恶人之朝 不与恶人言 他很坚决的 不去跟那些 行线一气的官吏 共处在一个朝堂之上 去议论国阵 他不要 然后他也绝对 不会跟那些行为 不如理不如法的人 有任何的言语的交谈 因为他认为 如果利于恶人之朝 与恶人言 我站在这样子一个 是非不明的朝堂之上 我跟那个行为不端的人 有任何的言谈的话 如以朝衣朝冠 作于涂炭 就如同 我穿着这样子的一个朝服 然后我却坐在污泥污秽的东西上面 表示不相称 你看他对于自己人格的要求 已经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那你我学到的人可以这样子吗 我们如果这样子 天下就无众生可渡 好人哪需要你渡 你要去影响的不就是那个 你认为不太好的人吗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该如何自处 我们的观念如果正确 你就未必静默者会黑啊 如果自己观念不正确 搞不巧你就是鸽子群里面的黑乌鸦嘛 所以干不干净 其实要往里面看 而不是要往外面去要求 你往外面要求条件配合自己 我们才要立足 我们才要交友 那几乎天下无利罪之地了 都没有了 没有清净之土啊 所以佛陀讲得好 为其心净则佛土净嘛 然后推物恶之心 私语相人力 奇冠不正 望望然去之 若将媚焉 这个伯仪把他那个厌恶坏人的心 再往外去扩展 他不仅仅是朝堂之上 不跟那些贪官污吏 有任何的互动 在自己的邻里当中 这个诗是发语词 没有任何意义 跟一些的所谓邻里 在相处的时候 如果邻居里面有一关不正 过去的人对于这个帽子 饿死而冠嘛 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帽子的穿戴 对于外在的衣着是很讲究的 你看子鹿 在被人剁成肉酱之前 即将断气的时候 他还立刻要坐起来 把自己的帽子 那个帽带再把它系整齐 他才要去离开这个人世间 所以古时的君子 对于自己的内在的要求固然很高 他外在的行为也不会放肆 跟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哎呀只要我心干净就好了 那外面的行为也不必太过于一板一眼 显然过去跟今天的道德的层次 也有一些差异性啊 所以邻里当中 有戴帽子戴的什么 不端正的人 就表示行为上可能就没有那么严谨啊 他旺旺然就是 他看一眼 他就走开 他不看第二眼 因为他唯恐这个看一眼 看第二眼 什么若将媚眼 我马上就被他污染了 那如果这样子交朋友 各位前线 那这个道场就不是一个家庭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对自我的一个道德的要求 他要求自己也要求别人 他的盲点在于这里 那圣人教我们的是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所以事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治者 薄宜是当时社会上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贤人 所以很多诸侯国希望延览他去做官 这些诸侯派人来到他居住的地方 用了很多的花言巧语 来美化他们自己的想要邀请他做官的那种心意 可是薄宜不受也 不论你讲的多么的天花乱坠 他都不接受你的邀请 不受也者是以不谢就也 不谢就是我如果接受了你的邀请 到你的朝堂去做官 我认为你上梁不振下梁也外 我去到这种肮脏的地方不是受污染吗 所以这不屑是有种看不起的意思 怕受到污染 这是薄宜的立身处事之道 在你我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可思议 可是相较于战国时代的那个背景 人人在追求功名利路 只谋一己的私利的时候 薄宜这个人就鹤立鸡群了 他就难能可贵了 所以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现在的角度去衡量薄宜 就把薄宜打平了 因为他不值得我们学习 你要知道在战国那个时候 普天之下都是黑乌鸦 他还能够在一片漆黑当中 着然独立有没有 他的那种坚强的意志 所谓的威武不屈有没有 那种心智你也不可以看清他 然后接着谈柳夏慧 柳夏慧立身处事就跟薄宜截然不一样 可是他也博得当时老百姓的什么 一个贺彩啊 薄宜不修乌军 不卑小官 他不认为去侍奉那个昏军 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他不认为在朝做一个九品芝麻官 是一个卑贱的事情 他不认为 意思是说 只要你请我去做官 我都愿意发挥我的常财 而他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坚持 尽不以贤必以其道 如果有人看重他 延揽他做官 他有机会发挥常财的时候 他也不掩藏自己的才能 他所有给予上位者的建议 还有他在推行政务的时候 一尽何于正道 这是他被举用为官的时候 他的为官的态度 那一意而不愿恶穷而不明 那如果没有人去欣赏他 他被当时的国君朝野给遗忘了 这一意就是他在野了 他心里也没有怨天尤人之心 他也不会像那个于敬义 对不对 觉得自己命运不改 就每一天都上书给玉皇大帝 每一年 你是不是忘掉人间 还有这么一个善良君子 你怎么没有赐福给我 这是没有改过之前的于敬义 荒唐的行为 可是柳下会不会 他不愿 换句话说 是进是退 他坦然自处 给他机会 他就一展长才 没有机会 他也不会跃跃欲试 即便处在极为困穷的时候 他也不会为自己的遭遇 而觉得很忧伤 他的这样的行为 就如同论语一开始的时候 孔夫子有讲 周游列国嘛 有所谓的四五天 陈菜 罚粮缺粮的时候 子路问他 修道的人 怎么还会这样子三餐不济呢 孔夫子说 修道的人也会遇到困窮的时候 子路又在问 那修跟不修 差异在哪里 不修也会有命运不好 我修也会命运不好 那我干嘛要这么辛苦 要修呢 孔子回答得好啊 差大了 真正学到的人 造次如是 颠沛如是啊 不论外在环境多么艰困 他的手智不一样 他的志向不改 那小人就不是啊 小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 就为谋一己私利 他就为非作大 君子小人 只有在环境 有了剧烈变迁的时候 他才能够当下分明 所以古人讲一句话嘛 坦荡是忠贞 乱是见忠臣 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很忠君爱国 但是国家有乱的时候 陪在皇帝旁边 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刻的 那才是真正的忠臣 那个时候就当下立判了 早年在民国六十年 台湾在中美断交的时候 你就看出国人对国家的勇在心 那时候很多的有钱人 房屋就贱卖 那个时候我记得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念高中了 那个很多的那个豪宅 因为后学就住在中山北路那边 那些大的房子有没有 民权东路那边 那个新生南路 很多的那个有钱人住的房子 都贱卖耶 经过了七八年 台湾没有中美断交 就分崩离析有没有 再回来 当初卖的时候 我所理解的几百万 一两百平的房子就贱卖 因为急于脱手把钱拿到手上 就跑到国外去 再经过了七八年回来以后 那个几百万后面还要加一个零 那现在就不是一个零了 两个零三个零了 所以你才知道 在一个国家有难 最足以看到老百姓 他对国家的一个见证度 所以柳夏慧他曾经讲 他说 这是柳夏慧对他自己的行为 他所下的一个注解 他你是你 我是我 即便你坦胸肉背 站在我的旁边 躺在我的旁边 你又怎么能够污染到我的身上呢 所以静默者可以不用黑啊 乌鸦跟鸽子站在一起 鸽子一定要变成黑色的吗 你把它关在一起 有没有 白的还是白的 黑的还是黑的 所以人会变坏 他基本上 确确实实 他是环境的影响 那是你在凡夫地 可是当我们的意理越来越清楚 自我的要求水准越来越高 你会发觉 会让我们沉沦的 没有任何人需要担负责任 除了你自己 所有的一切 好与不好 好有别人恩责的一个护辟 比如天恩师德 比如父母的养育造就 朋友的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拔刀相助 所有的成功都可能有别人的 一些的力量的参与 但是一切的失败 你责无旁贷 你说那我没有好朋友帮我啊 你为什么没有营造 和谐的人际关系 你为什么没有得到上天的青睐 因为你身上没有上天的一个失利点 所以功有可能是 集众人之力而成的 过却是责无旁贷的 有一天我们在自我反省的时候 你永远要记得 记得后学刚刚跟你分享的这段心得 因为如果这个心得在你的心里面 能够根深蒂固 刻骨铭心的落印下来 你这一生重生到死 你感恩的心不会淡怀 你这一生面对自己所犯的大大小小的过错 你不会推到环境那一方面的 于是我们有感恩的心 我们的生活会觉得快乐 因为你觉得你旁边都是好人 我们有了一个自我见察之心 不把自己的过推出去 所以我们改过的频率会越来越快 因为我们常见几过 那这个态度如果前后颠倒了呢 好都是自己的能力 坏都是外面环境不幸造成 那这个人我在看轮两世 就会拖到三恶道去了 沉沦到三恶道 因为他失去了做人的根本 他不懂得知恩要回报的一个简单的意义 所以故犹犹然与之皆而不自私也 柳夏会认为 要做君子要做小人全品在我 不需要把这个自己的过失 推到别人身上 所以即便跟那些 别人眼里看起来的 是恶人 是小人 是行为不端的人在一起 他也悠然自得 他不认为跟他一起同进同出 与他有任何的一个损失啊 所以原而止之而止 原而止之而止者 是以不屑弃语 所谓的原而止之 当他再朝为官 被上位者给罢处以后 他要离开 离开如果上位者觉得不妥 又想办法要把他留下来 挽留的时候 他也接受他的挽留 这个跟博弈又不一样了 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那这个不屑 跟前面的不屑就不一样 他不忍啊 他认为如果有机会做官 可以发挥自己的常才 行人证 然后造福于百姓 所以这个不屑就有不忍的意思啊 我不要放弃了 可以造福黎明百姓的一个机会 跟前面的博弈的不屑 是认为跟你们这些人在一起 太误会了 会玷污到我 两个都用不屑 但是两个的含义的层次 就不太一样了 所以孟子就为这两位 当时百姓仰望的圣人 就下了一个定语 他说博弈爱 柳下会不公 博弈未免对于 别人的一个要求 那个尺度太为狭隘了 没有容忍之雅量啊 那柳下会也有一点玩世不公 你处在这么一个脏乌 混乱的地方 你让人家不能够看得清楚你的作为 好好坏坏你都留下来 未免没有很恭敬的心 对应自己所承担的责任 还有角色的扮演 这个叫做柳下会不公啊 就是没有一个很严谨的态度去做要求啊 那个尺度太宽的意思 薄宜太宽 薄宜太什么 太狭隘 太严苛 柳下会太宽了 那什么人是孟子最赞美的 就是孔夫子啦 他说爱与不公 君子不由也 不论你对于对人过于严苛 或者给自己的尺度过于所谓的宽松 真正的一个正人君子 他都不会选择这两段 因为这两段都叫做极端 他都不合于中庸之道 过于不极嘛 所以进入到公孙丑的下篇里面 第一篇孟子讲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天时 时间的 极凶 我们现在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要选一个良辰极始 对不对 生孩子有一阵子很流行 剖腹生产 希望选一个帝王降生的时间 然后把那个孩子 把他剖出来 如果这样子 就可以决定这个孩子一生的命运 玉皇大帝有你做啦 是不是 早期我们歌坛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星 他是开剖腹之产的先驱者 你们钱到不注意 我们昆道很注意这个讯息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 长大成人呢 对不对 他剖了一个把他的孩子 九个多月把他剖出来 选了那一年当中 那一个时间就是天子的一个命格 他剖下来 他也是嫁入到豪门 讲出来你们这个年纪没有人不知道的 可是不是好事情 我们就不要把他联名戴姓弹出来 他把这个孩子剖出来以后 当然名字也要选一个 所谓的拔字好的名字 经过了一两年以后 他跟他先生离婚 因为他的先生认为这个孩子 不是他的血缘 是私生子 他不要这个孩子 那个时候还没有DNN的一个鉴定 于是就离了 这个事情就 一直在什么 台面上成为炒作的新闻 他要生这个孩子 剖腹的时候 因为是一个先驱者 可以生他不生 他选了一个良辰及时 其实关系摸骨就是从他带动的 一下子那个声明大噪 大家都去摸啦 摸摸那个生成八字 摸摸骨头的 到后来到了快要20岁的时候 那个小孩子越来越像 长相越大附近 人家才承认 这个是他的孩子 才承认他的血缘 天底下还有比这个更残酷的事情吗 你出生的时候 你的父亲认为你不是他的孩子 怀疑你的来历 还有比这个更值得羞恶的事情吗 你选了一个黄到吉日 既然孩子出生没有多久 就面临这么一个悲惨的抉择 那不是人生最大的耻辱吗 你的时间学得很好 那我请问你 有人敢怀疑天子的来历吗 应该很少吧 是不是 所以天使谈的是时间的吉凶 我们多半用占卜 那现在我们搬家什么都用占卜 算命 那这个到底要不要采纳 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里面 佛陀有讲 道焉有吉与不吉的分别 天地都是道所创生的 我们看到整个宇宙万有的一个形成的过程 现在科学的印证 跟佛陀在经典讲的各个星球 我们不讲其他星球 光讲我们地球 他的形成的次第 佛陀讲述的很清楚 跟科学印证是一模一样的 既然是道所创生的天地 这些的空间 请问你 有哪一个空间是不吉利的 哪一个空间又是吉利的 道什么 大道无情嘛 对不对 他没有私心嘛 清清清开头就告诉你啊 那这所谓的吉凶厚福 是我们自己找来的 所以学到了 你要破除这样的一个什么 一个迷信 那你破除这个迷信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呢 你确信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的 时间是由不得你 后学的儿子在结婚的时候 我选了一个不适合婚嫁的日子 所以亲戚那边就说 这一天不适合嫁娶 诸事不宜 尤其不适于嫁娶 你怎么选择这一天 我说坦白讲 我根本没有选 我只看那一天我有空 他就是好时间 我没空了 他妈妈都不能出席了 那怎么会是好时间呢 哦 原来就是因为他不是好时间 所以我去进酒席的时候 他才说你哪一个厅都可以用 我们还可以给你一些额外的招待 我才恍然大悟啊 可是喜贴都用好了 我只告诉我 妈你选的那个日子好像有问题啊 我说不会吧 我当然不会跟他讲 你妈妈看都没看 对不对 我就选那一天了 你也不上班 我也不上 我也没课对不对 我们就那一天 我当然不能把这句话讲出去 但是我有做一个动作 我学释迦牟尼佛在 阿难问世佛吉兄经上面讲的 我们有事可以告评三尊 三尊就是佛法身 我就在佛前跟老母磕头 我说老母 今天就是选了这个日子 孩子要去结婚了 有没有 那一路有老母跟我们为伴 孩子才能够这样健康的长大吗 他要结婚了 他要成人了 老母继续批诱 我有禀报过 所以我就把这句话就跟我孩子讲 我说我跟老母禀报 天大地大没有十方万灵 谁都大不了 十方万灵征扎 所以就那一天不要改了 喜帖也印了 婚照也拍了 喜帖也这个酒桌也订好了 那就那一天结了 他没有不好 就冲着有没有 他还有折扣 他怎么不好 是不是啊 你知道吗 那一天最好的日子是7月1号 前前门记不记得 前年的7月份 从6月底 从北下大雨下到南部 台北是整个淹大水 6月30 7月1号是最吉祥的例子 最吉祥的 可是都淹大水 所以很多新娘都被迫要改婚期 因为宾客不能进去 我去南部的时候 南部也在下大雨 所以我去上课 我回来 我说老母 明天她要结婚了 这个雨这么大 我到车子到新竹还在下雨 我说结婚下雨是最糟糕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宾客来往不方便 哪里知道那天下雨 下到凌晨2点多 他就停了 然后太阳就出来 7月很热的 因为连续下了一个多礼拜的雨 有没有 那个很凉啊 也没雨了 所以相信老母 我很坚固 所以我是不跟你牵手 因为我的结婚的日期 就是我爸爸选的 那真的是看了八字 什么都看完 一年365天都没有下雨 就是那天下大雨 我出门还要搁搁杯子 为什么淹水 多悲剧啊 穿的那么漂亮的衣服 没有人在看 因为亲朋大雨嘛 所以我很坚信就是 天使不是你控制的 福地福人群 所以那地利呢 地利就是地理环境 那地理环境也由不得各位前显 今天我们茂园建在这里 OK 对面是一片空旷的稻田 那不是你的 改天他要建大楼 你管得了吗 他如果两拼建在那边 出现一个封刀呢 你怎么办 必杀必刀啊 你怎么办 你拆掉 因为你冲到我了吗 还是你买一个那么大的镜子 给他反射回去 你不觉得很不慈悲吗 外面的环境你能做主吗 我们台北有豪宅 那个豪宅 我们讲的那个 那个大楼对不对 那个有钱人居住的 那个仁爱路的 一瓶两三百万的 那个一楼的 有事业崩塌的 那个楼上有大吉大利的 那我请问你 你要怎么去说 所以那是你个人的问题嘛 所以天时跟地利 由不得你的 我也很想去居住 在市面都是环山啊 一望无际的大海啊 我没那个本事啊 所以天时地利 由不得你 人和游得到你 所以孟子的这句话 就让我们这颗心 整个就放下来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就不如人和 人和就是我们自己 所去创造的那种 人家对我们的向心力 这是人际关系的运作 我们自己得性的一个培养 是才不是说吗 大到无情 为得是否嘛 你遇到再多不幸的事情 老天也可以有 关爱的力量 加在你的身上 哪里你走到那个地方 上面没有一片天 下面没有一片厚土 天愿意出手 你还怕吗 那天要出手 你要有那种厚实的德性 我们父母对子女很关爱 那请问你 孩子长大了 小鸟飞到朝外去 另外饮一个朝 你管得了吗 你鞭长莫及嘛 你对她的关爱心有 但是你有那种 妄洋心态的隔离的感觉 怎么办 你交付给老天 那老天凭什么要去眷顾你 云云众生那么多 为什么独厚你一人 你要有德嘛 五着恶事 坏人多好人少 你偏偏选择那个 少的那个区块站立 那老天不爱你爱谁 答案就是如此啊 所以修道会改变命运的原因 在于这里 所以我们讲 人心可以影响天使 孟夫子讲 天听自我明听 天事自我明示啊 天意的取向 透过百姓 对你上位者的 那个向心力的强与弱 老天就决定 你这个朝要灭 还是要消国力 还是要兴盛 上天就会派很多人来帮你了 所以我们对于自己走着这条路 你的信心要很坚定 如果你走这条路 你还延续着那种 奇奇怪怪的坊间的做法 那就是你没有透过 圣人的言教 真正进化自己错误的思维 可是前提是哦 如果你的女儿嫁出去 你就不可以在那边大作主张哦 你要分 后学这边有分 取进来嫁出去的 我分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不要 预约了自己的本分啊 近来是我们做权柄嘛 那出去的话 要尊重人家的 这是我们按这一句话 我们同样的在阿难问世佛 吉凶经里面 看到佛陀也有如是的叮咛 所以你我作为一贯道弟子 我保光绍心 没有三才怎么办 有三才还未必可靠 因为人心在作用 他胡说八道 你也无从去辨别 我们真的遇到一些疑难杂症 到佛堂上面去磕头 去磕头 把自己心里烦忧的事情 跟老母做一个禀报 子女跟自己的爸妈 去倾吐心事 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那没有佛堂 就在窗子外面 就跟老师讲嘛 师徒如父子 讲完了然后开始反省自己 我的德要厚实 我才能够有老天的一个关爱 那其他的就是 我进人世就听天命了 我就不烦了 你就很容易慢慢的 那个适来应适去习的 那种平静的心态 他会锻炼出来 到了一个五六十岁的人 他没有所谓的夫妻 情爱的一个牵挂 但是两代的父子 母子之间的情 他是与生俱来的 可是那种挂碍 已经不是你能左右的 你要用一个正确的方法 做你孩子旁边的两个臂膀 所以三里之城 七里之锅 城市指这个城市的面积 锅就是指外面的 那些的维护的城墙 你不可能 内城跟外锅一样大 那不是连在一起吗 所以外锅是一个防护的一个作用 他说 还而攻之而不胜 三里之城七里之锅 表示这个地方的面积很小 面积小就人口少 物力就不足 可是列强要来包围他 要来攻打他 占有他的时候 九宫我不克 不能把这个城给拿下 孟夫子是借由一个具体的事实 告诉世人 我们自己要装尽自强 才能够把很多的不幸 很简单的就化为乌有 他说 反而攻之者 必有得天时则矣 然而不胜者 是天时不如地利言 他说 那个来攻打他们的人 要围过来攻打他们的人 他要出兵的时候 他一定也选了一个好的时间 对不对 那之所以攻打不下 是这一个被攻打的国家 他有内城还有外强的什么 一个坚固的防护 这边是谈天时不如地利 你出兵的时候选了两层几时 但是这一个国家占据了相当好的 一个防护的位置 所以你要事倍还未必能够公办 这是谈到天时不如地利 那你我各位前显 我们读任何圣贤的东西 一定要引用到我们修办到的生活里面 这个是要达天时的目的 达天时 如果我们学到人 不知道天时运作到 什么样的一个时节因缘 就如同 你早上出游的时候 你应该选择那个距离 一天的来回刚刚好 你也不衡量距离有多远 我下午两点出去 结果走到一半 走到三的半腰的时候 天黑了 你就陷入到困境了 你走不出来了 你修道也要看看 现在是什么时节因缘 中国是农业社会 不要说农业社会 工商社会在发明东西的时候 难道不要跟着时代的脉络去前进吗 过去是什么 有一个洗衣机就不得了了 现在不但要洗衣机 还要什么 烘干机 是不是 因为连晒都不要晒 直接拿出来就好了 这是在进步 现在还有人发明 怎么样让洗衣板更好搓揉 怎么让洗衣板不要烂掉吗 现在没有人用洗衣板了 是不是 所以即便是工商社会 你的所有的发明也要跟得上 时代的一个潮流 要不然就会被淘汰掉了 那农业社会最明显 春什么 春天要播种 夏天云草 秋地收割 冬天要什么 长谷 长谷嘛 把谷物给收藏起来 那我们的年纪到了什么时候 你走到什么样的时节因缘 你修道的态度方法要跟着转变 那谈我们一贯道地址 我们都要修自己 我们都要去承担责任 你办到也是啊 这不是弘扬棋 弘扬棋 释迦牟尼佛 他也不是孤修寡恋 他孤修寡恋 练到一个火候的时候 他要不要去出事救人 他也是要的 那我们是儒家应运 儒家应运错认题目是为天 儒家是怎样 儒家是在修根办的时候齐头并尽的 所以如果我们只求一己的超生了死 而忽略了去杜众的那种雄心壮志 你也违背上天的一个期待 上天降到不是只救你一个人 而我们既然要去接引众生 每一个众生 他的症状不一样 他给的药材就不一样 后学本身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 坦白讲我不喜欢很多动态的东西 你让我静静三天三夜不动 我都觉得很舒服 你要我动我就觉得好累 可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是错误的 修寡人不能够喜欢静取静而验动 你有证悟他就是在两端 落于两端他就不合于中道 所以我们要去调自己 要去调自己才会发觉 你要对应不同的人去接引他伤害 你要给他的诱饵不一样 你钓鱼我们要去养胡萝卜养兔子 你给他吃胡萝卜 对不对 你钓鱼有人摆一个胡萝卜去钓鱼的吗 诱饵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所以你要设立很多不同的班旗 里面有静态的有动态的比例各个不同 去方便接引别人 所以你在设计班旗不是考量你自己的模式 而是考量对方 这样子我们里路贯通以后 于是原来就发觉那个动也没有不好 所以我们要针对自己的盲点 不要择善固执 即便那个善没有错 你都要随着别人而做适当的一个所谓的修正 才不会我们讲太过于固执己见 他就闽完不灵 前面讲嘛 舍己从人嘛 与人为善啊 不善者天时不如地利 然后成非不高 持非不生也 兵格非不坚立也 敏速非不多也 为而去之 是地利不如人和 那再换过话来讲 那个大国要欺凌 欺负三里之城 七里之国的一个小国 还久攻不下 是天时不如地利啊 那如果有这么一个国家 他的城池很坚固 他的护城河也很深 敌人很难去欲越雷池一步 然后国内兵强马壮 剑也锋利 顿也厚实 别人射不进来 国家里面的雏粮也很多 军需不要担心 可是人家还没有来打 老百姓就弃城而逃了 原因在于哪里 你有这么多的地利 你得不到明星的一个归项 他也没有用 燕国跟齐国同样是大国 可是齐国去打燕国的时候 出其不意 五十天就把燕国取下来了 前面的经文有讲 原因在于燕王会要把自己的王位 私自赠予他的城子 引起了老百姓的一个不满 所以齐国要去打的时候 他们就把城门打开了 而且自动拿家里的米粮 去供应齐国的军队 你们快把我这个昏君给赶走吧 让我们老百姓有一点好日子过 所以你尚未着没有明星的一个归项 你有天时有地利 他也没有办法可以确保你安然无恙一生 那我们可以去求道 我们现在也可以学到 我们的天时地利兼而有之吧 你来得早来得晚都不好 你来得巧了 你上船了 有这么多的国内国外的公共佛堂 提供我们所谓的行功了愿的机会 你不需要在外面花费很多的时间去找地方 去一展你的雄心壮志 天时地利都配合 剩下是你的问题 你自己的关键 你的心的取向 你的行为 与我们修办道而言 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能够改变的是什么 就是人和嘛 所以顾约 遇民不以封疆之界 顾国不以三西之险 如果我们要去限制老百姓的活动 你不要用这个边界去限制 我给你多少的地方你可以活动 遇约这个地方我就要去处罚你 你要强壮这个国家 让他复国 你也不要去靠着那些所谓的天险 就是地利的东西 我要建国在哪里 我才能够退可以守 进可以攻 你都不需要 这边就是在谈 复国强兵之道 不在于用这些外在有形有象的东西 威天下不以兵戈之力啊 你要望天下 你要扬名于天下 也不是靠你兵强马壮啊 我们现在各国都有军事的一个什么 一个展示嘛 显示你们不要来欺负我啊 你敢欺负我你就试试看啊 各国都在军备上去做竞争 殊不知这些在圣人的眼里 是不值得异曲之物啊 竞争在那边竞争最后的下场是什么 你耗费了很多国力 在这种征伐之事的上面 那老百姓民生的问题相对的 就把他的重要性就减轻了很多 他说得道者多住 失道者寡住啊 一个国家要能够长久的立国 上位者要行人证 百姓才会民心归向于你 如果上位者没有人证呢 你不但得不到老天的护佑 连老百姓也不乐于与我们一起坚持到底 这个叫做得道者多住 然后失道者寡住 所以我们的人际关系如果不好 不要怪别人 都是自己 我一路的反省过程 我是切切实实已经醒悟出一个道理 千错万错 确确实实都是自己的错 没有一念的方向的运错 动机的不纯正 没有后续行为的一个失序 一些事情 它是原本可以很风平浪静的就过去 所以很多事情 它如果有不圆满的一个过程发生 它责任是自己的 你真无旁贷的 有一天我们省事到这个地方来 而且我们真的面对自己所遭遇的任何的不顺心的事情 都如此心口如意的只问自己错在哪里 它就会达到性理疗法的一个效果 当然如果该走的时候 疗也疗不起来 但是那个痛苦的过程会简定 前仙们一定要相信 你对于道的一个坚持 你对于修行方向是正确无恶 然后你的方法也依着圣人之教而行 我们真的无日三省无身 他确确实实 三教圣人不约而同在各部经典告诉我们 重病可以变轻的 轻的可以化于无 这是圣人给我们做担保于钱的 这是我们有没有这个魄力要求自己 去执行圣人的话 而得到这么一个奇妙的效果 那如果时间到该走了呢 你的那个痛苦的过程会缩得很低啊 那不该走呢 不该走的时候 你会很快的就疗愈起来 这都是古德教我们 也都是经书里面 圣人他能够切切实实 留给我们的一些经验之谈 所以圣人调心 凡夫调身啊 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 所以我们在家庭 在职场 在道场 乃至于一个国家 合中共济 它是一个不可忘却的使命 我们一定既然参与了这个团体 你的对于家国道场的相信力 你一定要有 不要用自己的私心偏见 把该做的事情 我们忽略掉了 所以寡住之志 轻弃叛之啊 假如一个人他失道 就得不到上天的青睐 当他的德性 已经博到极点的时候 众叛清理 这个叛就是反叛的意思 那多住之志 天下顺之 上位者 他如果有德的话 民心完全归向于他 不但国内如是 其他国度的百姓 也会闻风而至 因为大家都乐于 被人军所统领 人军统治我们 就表示我们可以安居乐业 所以以天下之所顺 公亲戚之所判 假如一个人 有道的君子 不论他的国 是小 是大 他得到民心的一个归项 他要去攻打 那个众叛清理的 失道的一个国家 请问你胜算多大 没有人替他奋战到最后 他就必然是赢 所以只有行人证可以望天下 孔夫子跟孟夫子 在春秋战国两个截然不同的时空背景里面 不断的呼吁当时的诸侯的国 你们要行人证 行人证自然可以望天下 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采纳 因为行人证 他要旷日费时 很多事情 你要历经一段时间的锻炼 你才能够把那个好处据为己有 那问题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 有几个人能够坚持到底 你如果半途而废呢 菜没有煮熟了 你吃起来不好吃 不是它不好吃 是你方法没有从头到尾一致嘛 你中间煮的半生不熟 你就放弃了 它怎么会好吃呢 所以故君子有不战 战必胜宜 所以一个上位的有道的君子 他不轻易发动战争 你看道德经也讲 对不对 人君治国 他绝对不轻易去侵略他国 因为人者爱民如己 他爱天下的众生 跟爱自己国家的众生 心态是一样的 可是如果有人要来攻打他 他正必高呼的时候 他就立刻能够将 那个攻打他的人有没有 他可以把他一举给他灭亡 或者他认为某一个小国 受到大国的欺凌 他要替小国去仗义直言的时候 他率兵出征 那老百姓也往在后面一路跟随 结果那个大国就文风落败而逃 这个谈我们一个国的要兴盛 是来自于上位者的修身做得好不好 尤其我们半道一定要中人和 道物会成功 各位前行天恩是得功不可灭 第二个上位者的领导 我们有时候在负责一个家庭的事情 都会觉得很繁杂 柴米油盐酱醋茶 然后那个孩子的抚养过程有 讲起来是说活泼好动 听起来很可爱 实际上那个活泼好动里面有很多的无奈 因为不动的时候他偏偏动 一个家都会让我们有很多莫可奈何之处 那何况一个道场 那么多的人来自四面八方 文化生活不一样 还有累积的基修不一样 你要让这些人在一个地方都能够慢慢的茁壮 他上位者要动用多少的心思 所以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角度去思维 应该怎样怎样 当你不站在自己的角度思维 你才会乐于配合上位者的行为 去护持道物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 不论你居上位居下位 修身是不可豁免的功课 什么样叫做 失道会寡住 孔子讲 君子有大道 忠信以德之 交态以失之 交态就是什么 骄傲啦 供高我慢 忠信就是任何一件事情 不论巨细米移 我都克尽一己之力 早上看我们冒园的前嫌 在那边扫情愿的落叶 看他们在拖这些拖地的时候 那种尽心尽力的那种态度 会让你觉得 大清早那是一幅很美的画面 美是美在什么 美在那颗心啊 不论人前人后 人家都把自己该做的事情 尽心尽力去围的 去什么 去把它圆满落实了 所以古德讲 千杯让人显得尊贵 骄傲会让天使堕落 所以低处有道 高处有险啊 那在高处有高处修身 在低处有低处 他要守道的什么 一个方法 所以活佛恩师讲过一句话 修道就是修一颗清净心 清净心就是简单心 没有很多复杂的一个装饰 没有很多复杂的内容在里面 修行如果失掉简单心 在人心跟天心的隐为的地方 注意这句话 你我不是圣人 我们不能从心所欲而不欲举 做不到 因为还有私心 我们动的心跟老天的心 有没有合而为一 你一定要去仔细思维 不要错把人心为天心啊 所以执着在善心善行的苦业中 一念不绝望作分别 后面就是 后续跟各位前嫌提过 错把半道当成半事 讲道当成讲课 道场成为人事场 因为我们来听这个课 都是讲师讲员 你一定要注意 讲道跟讲课不一样 讲道不离生 讲课是在字里行间里面 去考据 去训辜的 你讲道后面 也不过就是一本书 讲道不离生 是要把圣人的道理 跟我们的身口意 做一个结合的 那这个就是要靠体悟了 我们自己要去体悟 体悟是你用过以后 那条路你走过了 那这个道理在执行 的圆满度有几分 它困难度在哪里 我们自己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啊 所以讲道是一个道德的灌输 讲课只是一个 字意的解说而已 你错把讲道当成讲课 那个蜈蚣还有过 这些都是讯文里面提的 后学把它放出来 跟各位前嫌 去做一个所谓的提醒 那如果是道德的灌输 它就没有谁讲的好 谁讲的不好 因为每一个人欠的不一样 你只要把那个弱的地方 补强了 它就没问题了 所以讲道是不需要学历的 学历的存在 只是让我们 在试字的时候 比较方便 重点是在于 有一颗无畏的心 第二个 第二节 孟子将朝王 王使人来约了 孟子已经跟齐军讲好 将要上朝去见这个国王 结果国王临时派一个人 传达下面的讯息 国王讲 寡人如旧见者也 有寒吉不可以疯啊 按照我的行程 我今天应该要来见你的 但是很不幸的 我早上得了流感了 所以我不能吹风啊 我不能吹风 所以你也不方便来看我 因为我的体力很弱啊 所以今天你就不要来了 不要来 朝 将是朝 什么意思 朝将是朝 我明天早上的时候 我身体好一点了 我会到朝廷上 去执行公务 会临朝啊 不是可使寡人得见乎 请问一下 到明天的时候 你有空吗 你可以上朝来见我吗 这是临时篡改 schedule 那我们如果今天 按照博弈 他一定不要了 因为你不恭敬我 那如果是柳夏慧 他就要了 我们孟子就讲 孟子就回了那个人一句话 不幸而有疾 不能造朝 哎呀 真的很不幸 我今天也得了流感了 你是A 我是B 对不对 所以我今天也不能出门去见你 不能造朝 造就是抵达 我不能去朝廷见你了 他也不会说 哎呀 我刚要出门 你怎么讯息告诉我 他立刻以其人之道 环治其人之身 各位前贤会认说 那孟子太过于拘泥于小结吧 其实这就是上位者 有没有礼贤下事 他大到要不要贱卖的一个原因啊 后面 明日出钓于东郭市 钓就是要去商家慰问 那个第二天的时候 孟子照常去什么 去东郭市那边 去参与告别式慰问那个商家 公孙丑就跟孟子讲 习者此以病 今日掉 或者不可顾啊 昨天你才跟死者 其王的死者讲 你生病了 生病你不方便出门 结果你今天就跑到外面去 调问商家了 你不觉得这两者有一点冲突 万一传到其王的耳朵 要怎么办呢 孟子讲 习者及今日欲 如直合不调 我昨天生病 我今天痊愈了 他痊愈了 我为什么不能去调问商家 讲得蛮理直气壮 那他好的也真快 是不是 于是到了第二天了 王使人问及 一来 国王一听说孟子生病了 就立刻派了太医 要来什么 要来医治 要来医治的时候 然后孟仲子 在家里面就接待这个人 他就讲 习者有亡命 有彩心之忧 不能造朝 他说昨天呢 国王您 本来要见他 那我们老师 因为彩心 彩心就是 侨夫啊 砍柴呀 所以过去人 用那个词句多么美呀 这样砍柴多么的 粗犷啊 用彩心 我还要查字典 才知道 心就是木的意思 点火的东西 要山上去踩 他身体为样 他不说他生病 有彩心之忧 因为 你要去砍柴 一定要身体很强壮嘛 所以就是因为 有生病 身体不强壮 连上山砍柴都做不到了 所以他不能到朝去 精病小玉 今天那个病体 稍微有一点点康复 趋躁于朝 我们老师一大早 就立刻要赶往朝廷 要去见皇上了 他说 我不是能致否顾啊 我不知道现在 我们老师到达了没有 他没有说 他的老师去掉伤 他在替他老师圆谎 于是 使树人腰于路 于是孟仲子 就立刻派了好几个人 在不同的路口 去拦路 拦截什么 腰就是半路拦截 拦绝孟夫子 因为他不知道 走哪一条路嘛 然后碰到孟夫子 他就跟孟夫子讲 派去人就跟孟夫子讲 请避无归而造于朝 你不要再回到家里面 立刻赶去朝廷去见齐王 因为齐王已经派人来 为问呢 我说你已经 在父王朝廷的路上了 那孟子根本就不想去啊 不得已 那又不能回去 对不对 所以呢 儿知 景丑士所缘 这个知就是往 他往他另外一个朋友 叫景丑士的家里面 暂时歇息一下 这个孟夫子真的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啊 结果到了景丑士家的时候 景丑士就问他了 你大白天平白无故 怎么跑到我这里啊 一问来龙去卖有没有 那景丑士就替孟子上课 他说内则父子 外则君臣 人之大伦也 这五轮关系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父子关系 那为什么君臣摆在前面 因为君臣如父子 所以古时候对于上位者 叫君妇君妇嘛 上位者死 黎明百姓扶上 就跟自己的父亲死一样的看待的 在里面有父子天伦 在外面有君臣的大义 这是做人最重要的一些匕首的原则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 父子之间对应的时候 为人子要敢于父亲的养育教育之恩 那君臣的对应 就是做臣子的 对于我们的君妇 要有绝对的恭敬 不可以失礼 丑见王之敬子也 我在这个事情的过程里面 我发觉 我们的王对你真的是非常恭敬啊 但是未见所以敬王也 我却没有看到魏夫子 你对一个国君 你该有的人臣的那种 知道你没有行诸于外 这是在责备我们孟夫子 于是孟夫子就讲 无是何言也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 其人无以仁欲与亡言者 其以仁欲为不美也 你们齐国的上上下下的 在位的在野的 没有一个人把仁欲两个字 告诉你们的齐王 难道你们认为仁欲这两个字 是不好的吗 不是的 是你们心里怎么想 齐心曰 是何足以语言仁欲也 是你们认为 哎呀我们这齐王没有用啦 朽木不可雕啊 你跟他讲仁欲 他不会去做啦 你们心里对你们君王的不恭敬 不是更为严重吗 云尔 他说我非姚舜之道 不敢以臣于王前 那我呢 我如果有机会跟王在一起 谈起施政的方向 不是姚舜所讲的施政的一个方法 我绝对不轻易陈述于外 所以齐人莫如我敬王也 你们齐国上上下下 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尊敬你们齐王的 我们一般人都以外向上来决定 你恭不恭敬 那孟子是谈居心的问题 所以谨止讲 否非此之谓也 哎呀我不是跟你讲这一件事情的啦 我是讲王派人来见你 你为什么不去见王的意思 他礼记上面讲 父照无诺 君命者不试驾 这个井子也有读书啊 所以他就以礼记上面讲的话 无诺 过去的人讲 你在问我问题 我说是 那个是他用诺 你们常看历史剧的人就知道 诺 对不对 就是我知道了 父亲照我们的时候 一听到父母叫唤我们 来不及说我知道 就立刻站起来往前走了 表示有没有 那种迫不及待的一个心啊 我们不要说我们儿女如何对应我们 我在省思我的为人子之道 我常讲因果报应 来得何其之事我 我小的时候 好像 我爸爸叫我 我能够听不到就听不到 因为叫都没有好处 他也没有什么好吃的给你吃 对不对 他都是叫你做事情 要不然就是要骂你 谁喜欢一天到晚做事情 小孩子就是要玩 谁喜欢天天被人骂 所以爸爸妈妈怎么叫 都能够听不到就听不到 跑出去看到有其他的手足 爸爸在叫人啊 好像在叫你哦 你去看一看 我们就溜出去了 后来我长大 我的儿女长成人 我想有的时候我叫他 他说他有回应 问题是我的耳朵听不见啊 你叫三声以后 你烦不烦啊 一直叫一直叫 过去我会发脾气 后来不发脾气 我就跟他妈讲 因果报应来得何其迅速呀 我确实是这样在反省 我说我知道我错了 可是如果你没有把我交的 放在你的心里 有一天我死了 这就是你要忏悔的地方 我就是这样跟孩子讲啊 因为大家都是成人嘛 朋友就这样朋友对应啊 我也很承认我过去犯的错 因为他没有看过我小时候 跟我爹娘对应 但是他们看过我跟我公婆的对应啊 那个是无法掩盖的一件事情嘛 所以老师认罪是最容易的 我说我知错了 所以我在改 那你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 因为万一当你发觉你的错的时候 你所愧疚的人士已经不在了 我怕你会活得很辛苦 因为你也是个很良善的孩子 所以我们面对每一件事情 其实你都要检讨自己 他一定有一个感应嘛 我很相信因果啊 所以人不怕有错 自己改就好了 我还好有改 因为我娶了一个媳妇真的很好 我不知道 他是这样跟后学讲的 他说我问他你怕我吗 他说我不怕 但是如果你不笑我就会怕 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正常人不会见到人就笑的 我认为我有改 所以有没有 这媳妇还蛮乖的 但是我放那句话给他 我也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我就尽量放柔和一点 他就是那种讲话 连文字都会文风不动的人 我们讲话 三个罗文字都会赶快飞走 这个不一样的个性 那君命 国王如果召唤我们 不是 你不要等着你的车架准备好 驾车过去 你立刻要飞奔而去啊 这些都代表对于上位者的一个礼禁 不敢有怠慢之心 所以故将朝野 文王命而睡不过 你本来是要去上朝见齐王的 听到齐王跟你说 传人讲他生病不来了 你就不去了 以与福里若不相似也 好像你的作为 跟礼记上记载的君子之道 有不相违不相应的地方哦 于是孟子就讲 启卫是也 你不可以这样子解释啊 曾子曰 静楚之父不可及也 彼以其父 我已无人 他说静国跟楚国都是当代的大国 国父名强 一般人赶不上他 但是静国楚国的强大 是以他的国事而言 那我也很强大 我以我的仁爱嘛 就像所谓的文天祥 被拘禁在监牢里面 他讲嘛 彼有七七 我有一气如何俱灾 外面所有的地理环境不好 有潮湿 有闷热 有蚊虫 有晦气 还有种种不良善的戏 想要加害于他 我有什么好畏惧的 我有一个正气 我的浩然正气 与我长存 无何畏在 跟这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静国楚国是以国强 才傲然于诸国之内 那我也很强啊 我有人道啊 彼以其绝 我已无异 这净楚 可以拿他的官位 去收买人心 那我可以拿我的仁义啊 拿仁义去说服人心啊 所以无何妾乎哉 妾就是心虚啊 我有什么好 好心虚的 我有什么好 内疚的 没有 服起不义 而真子言之 事获一道也 难道真子讲的话 还会有缺失吗 所以真子讲的话 是可信的 是合乎意理的 所以天下有达尊三 天下有三种人 是每一个人 不论你的位置高低 要共同去尊敬的 决一 此一 得一 决就是决位 君子有三位 对不对 为大人 在位的官位 此一 此就是年纪 年纪轻的要尊什么 尊敬 年纪大德 还有德性 对于那个大德者 我们要有礼敬之心啊 朝廷莫如诀 乡党莫如齿 俯士掌明莫如德 以朝廷而言 他有的是爵位 在相邻之间 他就是什么 有所谓的年纪比我们大的人 可是要辅佐上位者 要造福百姓 让百姓各个都能够安乐的 他莫过于用德性去感化别人 用德性去推行人政 污德有其一 以慢其二哉 你的齐王怎么可以以爵位比我高 就怠慢我呢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实际上那个时候 齐王也比较比较什么 年纪也比较轻啊 那这个慢其二就是说 你不可以因为你的爵位 你就把那个年高得少的人 你就无事于 不放在眼里面啊 所以我不去见你齐王的原因 并不是我要怠慢他 是你齐王压根就没有把我 放在心里面啊 你不理贤下事 我为什么要为你所用呢 呼自己来 呼自己去啊 所以故将大有为之君 必有所不造之城 欲有谋 焉择救之 所以一个真正要推行人政 希望能够大有所作为的人君 他就知道有一些人 孰可辱孰不可辱啊 有一些的贤臣 不是你用那种轻慢的态度 就可以留得住他 那如果你希望这些贤臣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安邦救国之道 你要跟他有所谋略的时候 救之就是上救下 你要亲自去他的家里面去拜访他的 所以故尊 其尊得乐道不如是 不足于有为也 如果一个上位者对于有德的人 对于大道的推广 没有这样子一个恭敬之心 跟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大的作为 去发生的 所以汤之于伊尹 学焉而后成之 商汤取用伊尹做成像 他也是跟伊尹学了很久 学了很多的技能以后 他才有没有 把伊尹纳为成 刚开始商汤是什么 这个商汤是君嘛 他是趋于土的一个身份 他跟伊尹学伊尹为师 伊尹过去做过煮饭的你们知道吗 伊尹他是煮饭的 历史上你们去看 这个讲完就是一堂课了 其实读孟子就是很多的历史典故要放进去 只是我们时间不够 他也是这样子的礼贤下士 所以不劳而忘 最后伊尹愿意去辅佐他 他轻而易举的就望天下 统一天下 桓公置于管仲 齐桓公能够称霸 也是得利于管仲 他对于管仲也是学焉而后成之啊 他也是理贤下士 所以不劳而霸 所以不论行望天下的人道 还是霸道要称霸于天下 你上位者都要有理贤下士的那种态度 要不然那些贤臣他绝对不愿意什么 去委屈他自己的啊 所以今天下地丑德奇莫能相上 地丑德奇就是说 这个土地浮原的辽阔大家都差不多啦 国力都一样的大 然后这些君王其实都是烂拔辣啦 烂苹果啦 也都差不多啦 那个讲德奇是美其名啦 就是一堆烂拔辣啦 所以莫能相上 没有办法比一个谁高谁低啦 论国家的福源一样 论上位者的领导能力 一样都是阿斗啦 所以无他耗尘其所交 而不耗尘其所受交 那为什么会造成国力一样 然后大家都差不多 就是因为上位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 很喜欢什么 去教下位者该怎么做怎么做 下位者有给他建言的时候 他一概不听从他不受教 那这个贤臣要在位 就没有发挥长才的一个余力了 因为上位者不听嘛 所以商汤至于依影 环宫至于管兆 则不敢兆 商汤要去言请阴影为相 他是亲自到那个国家里面 去把他请过来的 用了很多的名目哦 才把阴影请到他的国家 那还公之所以让管兆 甘于为他服务到老 也是还公什么 对于管兆极为的礼遇嘛 他也不是亲的下一个招令 就把他招过来 管兆且由不可招 而况不为管兆者乎啊 管兆不过一个行霸道 在我的眼里 那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尚且上位者不敢下指召见他 那对于我这个 不屑于跟管兆为伍的人 你下指召见我 我就要听吗 他的意思就是如此 难道我不如管兆吗 那管兆上位者尚且不敢如此 你其王怎么可以如此亲见我呢 这段经文就是如此 所以理是什么 尊卑要有序 你也有破格的地方 对于一些真正有能力的人 我们应该要忘掉自己 那个不该有莫须有的自尊心 我们要懂得去不止下问 去滴旧 去让别人给我们一些指导 这个都是帮助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德性可以快速成长 这堂课跟前嫌分享到这里 感谢天师的 谢谢大家